中黨議員陳佑誠他說所知之後發現 陳會一週都沒有會議紀錄 批評您這次做修 您怎麼看他的說法 其實陳會就是一個溝通型的會議 我們其實都會把陳會以及午餐匯報 交換的意見想法 帶到市政會議專案匯報 甚至像疫情應變會議當中 這些都會有正式會議紀錄 也都一定公開透明 其實我之前也強調過 第一週我們試運行之後 大家也逐步形成了共識 我們開的會議絕對是以效率 最高指導原則 而且以解決問題為目的 所以其實不需要把所有人的時間 會議內容綁死 這樣可以讓市政團隊 可以更自由的溝通 更順暢的推動市政 今年年貨大街是不是有恢復 就是像過去還沒有疫情時期 有可以試吃然後也可以擺攤 對我想年貨大街 一直是台灣最具代表性的 年節市集 那我想也是所有台北市民 從小到大的回憶 所以這一次我們也特別串聯了十大商圈 然後讓商圈自主推出很多的促銷活動 就是希望共同來振興 我們疫情趨緩之際的相關經濟 然後也鼓勵民眾來消費 來拚春節的商機 那至於疫情的部分 其實我們昨天也召開了疫情一面會議 跨局處大家來討論 所以包括醫療量能的盤點 還有包括大家很關心 也是最重要春節期間的疫情狀況 其實我們都有掌握 那在這邊也可以跟大家報告 我們包括口罩 灌篩試劑 口服藥物 目前都有三到六個月的庫存量 市民朋友可以放心 不好意思 關於拆不拆這個蔣公同向 市長您之前有說要尊重校園自主 但是還是有綠營的議員 持續喊話說要該依法移除的 還是要移除 不能因為私心刻意迴避 我想其實我們也跟教育局有討論 這個當然是尊重校園自主 而且其實現階段不只是教育 還有很多重要的市政 是市民真正關心的 我想這個部分才是 讓我們真正應該 花很多的心力來去施政 讓市民真的感受到市府 有在幫忙跟照顧市民朋友 讓台北市真正成為一個 移居有趣的城市